几月奥运香港排出了37名运动员 参与了包括单车 羽毛球 乒乓球 以及游泳等9个项目 在最有可能拿到奖牌的单车项目 李慧师因为意外的翻车 而使香港和奥运奖牌无援 而在奥运会之后呢 香港特区政府就提出要检讨香港的体育政策 到底香港现行的体育制度出现了怎么样的问题 我们接下来一起去探讨 除了投入资源 如何培养更多有潜质的运动员接班 确保香港的运动员梯队不会出现断层 也是受到关注的问题 和学校合作 培养运动员在香港又行不行的通呢 这个是一个多功能的体育场馆来的 其实你可以打羽毛球 乒乓球 蓝球 手球 什么室内的五人足球比赛都可以的 其实就可以提供多元化的运动设施给学生 不仅拥有两个多功能的室内体育馆 两个健身房 还有恒温游泳池 这家香港的中学特别注重体育运动发展 除了硬件设施 学校还特别在软件方面提高学生的运动水平 一般在香港的教育制度下人士编制 每间学校一般来说有两个体育老师 我们由于注重体育的发展 我们有五个体育老师 对一些专项的项目 例如剑击 乒乓球 羽毛球 足球 这些项目 我们是提供专业的教练分裂 世界排名第15位 今年摘下亚锦赛男子花剑金牌 并在里约奥运打入了16强的香港剑机手张家朗 和世界排名第8的香港乒乓球运动员黄振廷 都是这间中学的学生 致力为香港体坛培养心血的同时 校方也承认 在现行的教育制度下 要培养学生对于体育运动的兴趣 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但由于香港以前的教育制度 是一时定终身 所以每一日 或者每个月 每个星期 所有家长或者学生 都放了很多时间来做功课 忽略了其他前任的发展 包括体育潜能方面的发展 希望政府在检视体育政策之余 也检视香港的教育政策 令到可不可以在现行的教育政策 优化了之后 可以释放更多的时间 给学生可以发挥其他方面的潜能 包括运动体育方面的潜能 有意见认为 政府要检讨体育政策 首先要从增加学校的体育设施着手 逐步进行改革 否则检讨只会变成空头支票 香港地小人都大家知道 很多学校其实是面对场地的不足 有些学校甚至连半个篮球场都没有 要借重社区的设施 往往和公众人士出现一个 争取用场地的问题 如果政府要大力发展体育 要全面检讨的 也都要为学校去解决这个场地 设施不足的问题 特区政府承诺未来会大力的推动香港的体育发展 包括筹备新建历来投资最大的 启德体育园区的项目 使香港的体育运动更加的普及化 盛世化以及精英化 以上就是这集的记者在报告 我们再会